中国油气市场已经对外开放了,下游市场也在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其中,国企、民企以及外资都对下游业务加码,成品油市场的新一轮风暴即将到来。 另外,一些互联网先驱企业和金融手段都在尝试和传统加油站展开深度融合,传统加油站也将面临巨大改变,未来可期。 中国新增上万座加油站,现在国内加油站已经被中石油和中学化两大巨头垄断了,今段时间,校台,BP等多家石油公司都表示,即将在新建大量的加油站,与此同时,三桶油和国内民企业计划,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新增加油站数量能够破万。 如今,我们加油站数量基本上已经达到11万座,中国机动车数量已经达到了3.19亿,并且还有上升的空间。 这说明,成品由零售业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BP的首席营销官随伟并曾透露,BP下游板块的重要的业务,就是加油站零售业务。 BP非常的重视中国这一新新市场,并且认为这一市场,未来的潜力是巨大的。 并且BP曾透露,在未来的五年中,将在中国新建1000座加油站,想要实现这一数据的话,需要平均不到2000,就要新增一座加油站。 实际上,中国已经取消了加油站的数量限制规则。 那么BP,车胶台以及其他国际石油企业,将成为一次市场升级的重链参与者。 不仅仅是国际石油企业,市场巨大的潜力,也吸引了国内民营企业的关注。 据悉,BP想要新增的1000座加油站中,有500座是和山东东明石化集团合作的,并且也将涉及到高端成品由零售以及便利店业务。 不仅和BP将展开合作之外,东明石化董事局主席李湘平表示,计划新建3000到5000座加油站,国内加油站经营现状。 这几年,中国国民经济业在不断的发展中,加油站也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按照现在加油站现状来看,有这样的两个特点。 一,利润较高,从2017年以来,由于国际人油价格的下跌,以及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将成品油批林价差不断增大,加油站行业的利润很高。 这些年来,加油站的毛利率都维持在20%以上,最高的也就在40%这样。 二,肥油品业务发展空间大,由于现在建造加油站也是要严格的审核,并且加油站也出现了阶段性过剩,导致加油站的新建数量并不是很多,并且也促进了很多肥油品业务的发展。 和美国加油站提供的一些服务相比较的话,中国加油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国内加油站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现状,传统加油站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社会消费需求了。 未来加油站将朝着智慧型加油站的方向发展。 此案在成品牛零售市场已经全面开放了,那么未来智慧型加油站也会发展得非常好。 未来加油站的主要发展模式将不仅仅是以由经营为主,综合型一体化的服务型平台将迅速崛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